明代嘉靖三十二年春三月 一五五三年四月 松江府发生了建轰动全国的大案 乃是松江府同志张仲被杀害 身为松江府同志 乃是傅之府俗称二府 负责分掌地方年、梁、补道、江房、海江 河宫、水利以及清理军籍 府随民一等事务 为政五品官 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籍 像这样一个官员被杀 原本不会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 但他被自己的妻子肇事 大窃唐氏、婢女居花 老妈子、五一嫂等四个女人所杀 而且是将其剁为肉泥 其影响就不一样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在人们纷纷猜疑 其好事者疯传的情况下 逐渐的声扬起来 连家境皇帝也知道了 所以他委派钦差 由苏松兵被盗 许宗卢主持审理此案 原来明代在个省重要地方 设有整齿兵被道 简称兵巡 以不证司参政或暗查副使担任 主管监督军事 并可直接参与作战行动 整齿兵被道一般都兼分巡道 及暗查司之下的暗查分司 负责司法和监查事务 正因为如此 嘉境皇帝才为派他审理 许兵巡得到圣旨之后 火速赶到松江府 会同知府方连及主管司法事务的推官员辱事 商议此案的审理原则 为什么许兵巡不先提取人犯审讯 却先找初审官员商议呢 这里涉及一个办理案件的原则问题 首先 此案关系到明王朝治国根本 明朝以孝志天下 强调的是尊卑等级 妻妾杀丈夫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都破坏了尊卑等级 如果不从严处置 天下将无负尊卑之等 那么官府之体 朝廷尊严都将受到挑战 所以必须优先考虑从众拟罪 其次 嘉境皇帝交代速办 并没有交代如何办 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 一直是大权赌长 绝不允许臣下为武其旨意 此前十六个宫女刺杀她的案件 十六个宫女都被拉到西市 凌池处死了 这个妻妾杀丈夫的案件 如果不将他们凌池处死 弄不好就围伍了嘉境皇帝的旨意 许兵寻生为钦差 审断如果不能够使皇帝满意 丢官还是小事 弄不好性命难保 最后 此案在松江府引起很大的轰动 要是审断不公 民众不满 如果仅仅是议论还不可怕 若是有人进行鼓动 不但会影响官府的声誉 弄不好还会激起民众群体对官府的不满 酿成民辩 如果是那样 官府就更难收拾 而皇帝也必然会怪罪许兵寻 基于各种考虑 许兵寻才召集松江府各官进行商议 听完许兵寻所讲的原则几方针 主管本府司法事务的原推官提出异议 认为应该从轻处置张同志的妻妾 理由是张同志的德行有亏 因为他为人凶狠 虐待妻妾 谷语有云 夫亦夫听 丈夫不亦 也难怪妻妾不听 丈夫虐待应该是一决 按照大名律 凡是一决 就应该按照常人来量刑 要区分守从 不可能以一命四敌 希望许兵寻能够按律审断 许兵寻虽然不满原推官的意见 但也不好当场斥责 便满脸堆笑地征求方知府的意见 方知府是本案的出神者 略微知道案情 便说 按照大名律 谋杀人 造一折斩 如果早有预谋杀夫 其罪绝对不能够减免 若是临时起义 事先没有预谋 本来不想杀人 因为形势所迫 突然想起杀人 适合以减等处置 卑职以为 此案不应该算是预谋 应该是临时起义 所以罪作首犯 不应该以四命抵一命 原推官吉邦之府 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 肯为杀死丈夫的妻妾说情呢 这还要从本案的原始谈起 同知张仲妻子肇事 名叫穷娘 胡州府乌城县人 父亲是退休的县城 也就是副县长 名叫赵人 年老五子 只有他一个女儿 赵人辛苦数十年 挣下来的财产虽然不多 但比起中等人家来 还算是富有 没有儿子继承财产 可以给女儿 但没有子嗣 赵家不就绝后了吗 所以赵人决定让女儿招赘 等女儿生了儿子 可以使一子姓赵 延续赵家的血脉 赵家有财产 贫穷的人也有不少愿意入赘的 选来选去 赵人为女儿选中了张仲 因为他家虽然穷困 却是本县生源 要是参加科举 肯定会有飞黄腾达之日 赵人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选择给女儿带来终生不幸 张仲本来就是为了财产而入赘 人穷至短嘛 开始还是小心翼翼地与妻子岳父相处 等到考仲举人有了身份 便不把岳父放在眼里 对穷娘也开始恶语相加 赵人看到张仲犹如变了一个人 开始后悔起来 便想把女婿逐出家门 让女儿另嫁他人 有人会问 那个时代离婚不都是男人的权利吗 这没有错 不过俊婿的地位犹如喜富 离婚的权利当然在女方 赵人没有想到女儿竟不同意 反而说猎女不是二夫 认为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虽然父亲当时选择错误 也不能够一错再错了 要是离婚再嫁的话 肯定会遭人议论 不如感化她的良心 或许可以迷途之反 看到女儿意志坚定 赵人也不好再说什么 毕竟他们是夫妻嘛 张仲见岳父不敢再斥责自己 妻子也顺从了 便更加肆无忌惮 不时还对妻子大打出手 穹娘只得隐忍 赵人常常在屋里叹息 心情不好 再加上年老体衰 过了不久 赵人竟然撒手人寰 抛下女儿归膝了 张仲连岳父的丧礼都不参加 在外面与一些无聊文人一起喝酒嫖娼 穹娘只好自己料理丧事 真是可怜 张仲这样的人品 居然也考上进士了 古代虽然有摸金倒扫之行不问 为财事举的原则 也就是说即便有偷摸与乱伦的行为 只要有才能 都可以被选拔为官 但也还是重视品行的 问题是偷摸与乱伦都是秘密的 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既然查不出来 也就不能够说这个人道德有亏了 张仲中了进士 前程也就无量了 不久便被任命为安徽广德县之县 这样张仲不但有贵也有负了 按照那时候的意识 农夫家有五斗粮 一个小妾入土房 狗富贵物相忘 仅仅是人们的期待 张仲如今富贵了 就想换妻子 但妻子是报朝廷备案的 成为告命夫人 是不能够轻易离弃的 什么是告命夫人呢 也就是受到朝廷告封的女人 那时候母依子贵 妻以芙荣 儿子或丈夫为官 母亲和妻子 可以按照儿子或丈夫的品级 得到朝廷的告封 称为告命夫人 张仲的官街市政无品 按立照事应该为无品一人 享受朝廷的无品俸怒 虽然不是官 也应该享受官的政治待遇 张仲不能够休妻 却不妨碍其许妾 所以那将苏山音县的唐氏为妾 唐氏虽然是小家碧玉 也懂得礼节 虽然张仲很宠她 但也不敢不恭敬正妻穷娘 姐妹相处还算好 张仲有一妻一妾 还不满足 在路过吴湖的时候 到妓院去嫖娼 看上一个名叫杨妹娘的青楼女子 妓院的女子 不但会书装打扮 还能歌善舞 而明代的妓女 除了这些之外 还学习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所以文人都以占有这样的妓女为荣 也出现不少的名妓 如柳如氏 董小婉 陈圆圆之类 张仲是尽是出身 也附庸风雅 想到妓院中找个红颜知己 在明代 法律没有禁止文人调妓 但却禁止官员诉娼 按照大明律刑律犯监官吏诉娼条规定 凡官吏诉娼者 张六十 这时就被查出或抓获而言 查不出或抓不到 也就无法处罚了 张仲也深知这个道理 要是经常出入妓院 早晚会有失手的一天 所以便花了三百两银子 把杨妹娘买回来为二妾 张仲带着一妻二妾 承传道广德妇人 路上仅与杨妹娘同时同诉 哪里管穷娘 唐氏的死活 要知道极度二字 其偏旁都是女字 似乎极度是女人的专利 其实这是在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 所产生的必然现象 母以子贵 妻以芙蓉 女人的命运都即拖在男人的身上 若是男人被其他女人夺去 其命运就凄惨了 所以才会有吃醋争宠 杨妹娘如今正得宠幸 岂能够容忍张仲怡情别爱 所以恃宠撒娇 不时地说穷娘 唐氏的坏话 怂恿张仲殴打他们 每当张仲打骂穷娘及唐氏的时候 杨妹娘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快活 真是同性相残 张仲到任以后 杨妹娘有专防之宠 而穷娘 唐氏却成为冷屋弃妇 杨妹娘恃宠任以胡为 见穷娘有金官侠配朝廷风的告命 自己也想要 可是按照制度 妾是不能够封告命夫人的 于是张仲便把穷娘的金官侠配抢过来 给杨妹娘穿戴 碍于张仲的淫威 穷娘也不敢争辩 想不到张仲得寸进尺 每天与杨妹娘憨歌乐饮 让穷娘与唐氏在旁边伺候 犹如使唤丫头一样 稍不如意 轻则常跪于街下 重则鞭斥于亭围 每天晚上还把二人关在小黑屋 连被入都不给他们 说到这里 也不得不说穷娘生性软弱 为人太善良了 因为按照制度 穷娘是告命夫人 就是在官注册之人 杨妹娘身为小妾 敢穿告命夫人的衣服 这就是为之 轻则吃账 重则杀头 穷娘要是告官 杨妹娘至少是缴罪 而张仲肯定会被免官 但穷娘不敢告官 也不知道如何告官 却习惯了逆来顺手 就这样 一连过了六年 杨妹娘生了两个儿子 更加猖狂的不得了 居然也敢虐待穷娘和唐氏 呵斥打骂 犹如家主则打奴仆 张仲非但不加制止 反而在旁注视 看杨妹娘打得轻了 自己还上手 穷娘和唐氏经常嗜酒伤畏惧 又添心伤 这样虐待妻妾的人 能够当好官吗 根本不能 张仲不但正是皇带 而且是酷虐署名 搜刮良民财物 中饱私能 以致人民怨声载道 有人会问 这样贪酷的官员 朝廷为什么不处置他呢 当然 无论是按照制度 还是按照法律 对这样的官员都应该严惩 轻则罢官 重则杀头 但制度和法律 是靠人来执行的 在人治社会里 人为的因素 往往会使制度和法律 形同虚设 进而出现政治腐败 张仲到了任满之年 案例应该考核 张仲贪酷虐民的恶行 本来就难以掩饰 再加上省理官员比较正直 所以在考核时 将他列入八法之手的贪 什么是八法呢 原来明代官员的 考核制度规定 官员考核分为三等 即称职 平常不称 称职者升迁 平常者留任或评调 不称者免官 考核标准按照八法来衡量 急贪 护 浮躁 不急 老 病 罢 不紧 凡是贪 护者都要免官 并要追究刑事责任 浮躁与财力不急者 基于处分或降级使用 年老及有病者 勒领修制 也就是强迫退休 但不给退休金 罢软无力与行为不紧 降级调用 张仲被列入八法之手的贪 按照规定是要罢官追究刑事责任的 不过张仲因为贪污就有了钱财 那个时候政治已经很腐败了 有了钱便好办事 也容易找到靠山 有了靠山 也就不怕考核被列入八法之手了 正如识人所描写的那样 有了靠山做主 就似八只脚的螃蟹一般 竖了两个大钱 只管横行将去 遇见他的 恐怕他用钱家的人痛 远远的躲避不迭 捧了那靠山的粗腿 七五同辈 零上子 放雕撒泼 无所不为 那么如何去寻找靠山呢 在那个时候 固然可以找什么铜箱 铜窗 铜年 做诗之类的关系 但是人结交虚黄金 黄金不多交不深 纵令然诺赞相许 终是悠悠形入心 唐张未提偿安毕主人 还需要金钱铺路 而且还要脸皮厚 张仲有钱 又是那样厚颜无耻 所以凭着他那打不怕 骂不怕的脸皮 三七分钱 三分结识人 七分收入计 上台礼仪不缺 经中书怕不少 混了几年 花上几千两银子 也在科道官中寻到考山 又花上数百两银子 在立部考公司内 找个装管考核的主事 也就不怕省理考核他 为八法之手的贪了 为什么要寻找科道官为靠山呢 明代的六科旗帜中 与督察院各道监察御史 是主管监察的官员 他们不但能够奉命审理或监理一定事务 充任使臣 参加重大刑御案件的承认 还有单独上奏严士的权利 弹劾范围 上至大学士 大将军 甚至亲王 郡王 下至周县官 这是古代国家以内域外 以清治众 一件茶柜的策略 在监察体系中的妙用 不过因为朝廷授予他们的权力过大 又缺乏有效监督 所以更容易腐败 张仲有了科道官为考山 就让科道官把考核自己为贪的省理官员弹劾 因为按照这一旦被弹劾 就要歇免官等待合适 省理官员被免了以后 在活动 朝廷专门负责考核的吏部考公司 把贪的罪名给免了 还说他公正联勤 列为上考 改为称职 于是按例升迁 被选为松江府同志 一个正七品的支线 居然破格提拔为正五品的府同志 等于是连生四级 也可见靠山与金钱的效用 更可见当时政治腐败的程度 小人得志 坚硬为官 古代政论家认为是王朝进入衰势的开始 政治腐败也会因此而愈演愈烈 那么小人得志是怎样一副嘴脸呢 坚硬为官又是什么样子呢 本来一个副支府没有什么实权 而且所有的应酬都要出钱 这么多的应酬肯定需要许多银子 张仲在当支县时 所搜刮的地皮虽然不少 但钱财终究会有用尽时 所以他用大笔银子去谋本府好差事 什么清查军户征收钱粮都查伤税 也有大把的镜像 真是千金散去还付来 就是苦了松江府的伤民百姓 官大了 脾气也大了 因为师父之府不敢在府里发威 就把那脾气带到家里 向自己的妻妾丫鬟老妈子们示威 这回穷娘可就更惨了 张仲在府里受到知府几个上司适责的时候 只能够视低眉顺眼 表现出一副公顺的样子 心里总想有朝一日 我要是当上比你们还大的官 看我怎样收拾你们 心里想想是可以的 但总不能流露出来 还要千陪小心 万陪不适的伺候各个上司 在外面受了一肚子气 没有地方去发泄 就会把这些气洒在家里 那么张仲是如何回家撒气的呢 妻、妾、还、老妈子们又有什么不幸呢 原来张仲在外面稍有不如意 便拿妻、妾、还、老妈子们撒气 如果在外面顺心了 就把还、老妈子们一个个都脱光了 让妻妾们看着自己一个个的监污 张仲是个虐待狂 在监污还、老妈子们的时候 皮鞭、棍棒、烙铁、辣椒水 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把一些奴仆找来 让他们与还、老妈子们群间 自己在旁边观看 杨妹娘是宠 对张仲这种行为 非但不厌恶 反而非常高兴 不但经常观看 有时候还上去帮忙 所以张仲更加喜欢杨妹娘 要金给金 要赢给赢 穷娘和唐氏都是良家妇女 对张仲这种赢报 既愤怒又羞耻 但畏惧张仲赢威 也不敢不前来观看 每每是遮住眼睛 被张仲发现 就是一顿裤打 然后就是迎报 居然把棍棒插入他们的鹰护 面对张仲这样残忍的虐待 穷娘和唐氏还是逆来顺手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丈夫就是他们的天 失去了天 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但也不能够总是忍气吞声 几个受到相同虐待的女人 只要聚在一起 就难免要倾诉苦水 这几个女人除了穷娘和唐氏外 还有丫鬟菊花 老妈子五一嫂 有一天 四个女人在穷娘的屋里闲谈 各自谈到苦楚 分别感叹女人命运的凄惨 各个室内流满面 也不知道谁说 我们不如把张仲这个恶人杀了 一截我们心头之狠 还有那可恨的冒迹杨妹娘 更是可恶 要不是她挑唆 张仲也不能够这样坏 妻、妾、环、老妈子们闲聊 也不过是发发怨恨 哪里敢杀丈夫几主人呢 那可是十恶大罪啊 而是太的发展 使他们不得不付诸行动 案发之前 张仲在家里设宴 请推官袁汝氏同颖 推官在府里排名老四 所以也称为四府 张仲是二府 比四府的地位要高 为了显示自己多么有气势 不但山珍海卫摆上一大桌 还让妻妾前来劝酒 对丫鬟 老妈子们更是呼三喝四 在同僚面前尽显自己的威风 穷娘一直受虐待 如何能够满脸陪笑地去劝酒呢 想不到张仲健壮大怒 也不顾同僚袁推官在场 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打得穷娘满嘴吃鞋 还让穷娘跪在地上请袁推官喝酒 袁推官见识不妙 急忙把一大碗酒一饮而尽 便说家里还有事 起身告辞了 见袁推官离去 张仲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把皮鞭 棍棒 烙铁等猪斑刑具都拿了出来 先是一顿暴打 然后用烧红的烙铁在穷娘的前胸后背乱烫 折磨的穷娘当时就昏死过去 然后才助手 自己便回房间睡觉去了 丫鬟和老妈子们把穷娘抬到前院西厢房 唐氏也前来看望 一边用水灌旧 一边往烫伤之处涂抹砖至烫伤的环游 许久穷娘才苏醒过来 穷娘此时的怨恨已经难以抑制 心想平常虐待都是在家中 家丑不能外扬 谁让我嫁给这样一个黑新郎呢 我就算是自作自受 但今天他竟然当着同僚的面 如此羞辱我 还下这样的毒手 我大小也是个朝廷命夫 是无品告命一人 这要是宣扬出去 不但丢我的脸 连我那屈死的老妇也不能够明目呀 越想越气就想到杀死张仲 但自己是个弱女子 如何杀得了那凶悍的张仲呢 便对唐氏急丫鬟菊花 老妈子五一嫂说 你们敢不敢和我一起 把那狠心的张仲给杀了 再把那个淫妇杨妹娘一起除掉 这几个人平时也没有少受虐待 一看竹母有如此坚定的决心 便纷纷赞成 穷娘听罢 便与他们商议 具体行动部署 准备一起下手 等到半夜三更 穷娘手指铁锤 五一嫂 唐氏各自执刀菊花之腐 悄悄地摸向张仲的睡房 但见张仲正在熟睡 居然是一个人 杨妹娘并没有在一起 穷娘想 这个淫妇每天都与张仲同宿 今天为什么不在呢 不在也好 先杀了张仲 再找他不迟 于是举起铁锤便向张仲头上打去 天黑看得不真切 铁锤打在脸上 张仲一声惨叫 五一嫂急忙用刀砍去 郑仲头颅 而菊花直腐砍下 伤了右臂 张仲便不吭声了 唐氏急忙用刀斩头 而穷娘此时多年的怨恨已经迸发 从五一嫂手中夺过刀来 一通乱夺 几乎把张仲剁成了肉泥 眼见张仲不能活了 他们便出门寻找杨妹娘 没想到张仲临死前的那声喊叫 已经惊动防守同志官邸的士兵 他们分起来 打起灯笼火把 把官邸照得通明 所以他们很快就看到了浑身血迹的四个女人 便把他们拿下 送到本府监狱看守 妻妾杀丈夫 奴婢杀主人 在当时乃是十恶大案 而被杀的又是五品官员 方之府当然不敢怠慢 当即提审穷娘等人 方之府了解案情以后 深感张重的凶虐 不由的心生同情 便说 你们是临时起义杀死张同志呢 还是早有预谋杀死张同志呢 方之府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其实他想为穷娘等人减轻一些罪责 因为按照大明律规定 临时起义与事先预谋 在判刑上是有所区别的 事先预谋杀人 一旦杀人以后 造诣者肯定是要被处死刑的 即便是造诣者 没有出现在杀人现场 也难免死罪 临时起义 是本来不想杀人 突然想起杀人 这里就有违形式所迫 而不得已的因素 因此可以减等处置 穷娘等人都是父导人家 哪里懂得什么法律 此时对张仲的怨恨还没有消去 便说 早在广德县 我们便想杀死他了 虎无机会也没有能力 听到此 方知府不由心里一惊 便说 要是这样 我可真的没有办法救你们了 便又诱导他们 按照自己的意思招供 谁想到他们根本不领会意图 一直说早就想把张仲杀死 方知府只有感叹了 让他们各自化压 将供壮逐级上报 最终得到嘉靖皇帝的关注 委派苏松兵被盗许宗鲁为钦差来审理此案 因为是亲命 许冰巡不敢违背圣意 所以召集本府官员 商议审断的要点 袁推官认为自己在张仲家做客 张仲竟然当着他的面殴打其子 若是在背后 不知道会有多么凶狠 这样丧心病狂的虐待妻妾 就是为人不义 其被妻妾所杀 乃是就由自取 应该按照常人来量刑定罪 处置守犯 从犯免死 方知府虽然没有明确同意袁推官的意见 但不同意四命第一命 这与许冰巡理解嘉靖皇帝的旨意相足 许冰巡认为穷娘与唐氏就是杀夫元凶 犯有灭伦大罪 绝不能够侵扰 袁推官说 杀夫固然可以按灭伦定罪 但不能够不问青红造白 就将他们定为死罪吧 许冰巡说 嫌弃 你也太千福了 我们当官的 谁不是三妻四妻 女人之间能够有什么事 无万乎是个肚子 穷娘与唐氏极度丈夫宠爱杨妹娘 当然会生恨 要知道妇人之意在于服 对于丈夫就应该逆来顺手 受不了可以去上吊自杀 也不应该想到杀丈夫 何况他们已经将丈夫杀死 因为他们三从有失 四得不备 所以才会做出杀夫的事 岂能够轻饶他们 方知府说 妻妾杀夫固然是重罪 但也应该罪问所有呀 如今这四个女人同系大义 至少应该查明他们谁是守谋 才好量刑定罪了 老大人何不提审他们 问个究竟呢 许冰巡说 嫌弃不是早有共状成帝吗 当今圣上已经看过共状 还有必要提训人犯 更改口供吗 这是明摆着 就是因为穷娘施爱受辱 感叹丈夫爱不均匀 争宠嫉妒 才敢谋杀丈夫 至于丫鬟菊花 老妈子五一嫂乃是爪牙 这些人的生死都操纵在穷娘手中 他们不敢不从 这些女人的密谋多么细致精巧呀 所以才敢行此惨毒的杀人之举 他们早就立下盟事 并且准备凶器 因此是共同犯罪 没有必要再区分什么守从 都应该按照同谋定罪 袁推官说 老大人不亲审人犯 如何就知道他们是同谋呢 又怎样来论他们的罪呢 许冰寻说 这是很容易的事 你们想啊 这几个妇人在深更半夜 进入张仲的房间进行谋害 还没有等到张仲断气 便群起乱砍 可以说是手段残忍 张仲身为堂堂正正的无品府同志 居然被这些形同瓦砾而不值钱的女人害死 岂不可惜 要不是被官邸的兵丁发现 这群疯女人一定会找到杨妹娘 及其所生的两个儿子 如果将张仲两个儿子杀掉 岂不是让张仲绝了后 现在是太平盛世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即使再缺少人伦的边缘外国 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吧 这可是国内少有 世界英无的凶杀案 岂能够侵扰他们 方知府说 依老大人的意思 应该如何处置这几个妇人呢 难道让他们全部敌死不成 许冰巡说 当然要全部敌死了 要知道大明律刑律到欧妻妾欧夫条规定 凡妻欧夫者 账一百 服务院理者听 妻子殴打及骂丈夫 都是犯罪 更何况他们竟敢持刀杀死丈夫 如不严惩 如何正伦长 明法纪呢 要是不将这几个妇人处以即兴 将这支地岂不是变成没有伦理的地区了吗 朝廷的律法还会有什么尊严 袁推官说 杀死这几个妇人 就能够明伦理 深律法了吗 如何向民众交代呢 要知道此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我们不要受人以化兵 还是要稳妥一些 许冰巡说 这是当然的 我们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说张同之死的冤枉 即便是路人都为其痛哭流涕 有此几笔 我们都是当官的 对于这种行为 能不引以为戒吗 维护伦理 保持官体 必须大张旗鼓地处死这几个妇人 依我看 江琼娘 唐氏按照守犯 将他们凌迟处死 五一扫 菊花 按照从犯 简一等 除一斩刑 这样的判决一定能够感动天听 我等也不会因此受到皇帝的斥责 袁推官说 老大人明哲保身 连当事人都不审讯 就这样量刑定罪 我想当今皇上不会不明察的 老大人还是三思而后行 许冰巡说 这是当然 老夫早有考虑 在前来的路上 我就写了判词 二位看看如何 说罢 便从袖中拿出早已写好的判词 给邦之府吉原推官看 但见判词写道 审得赵氏 唐氏 沙夫元凶 灭伦大恶 恨夫张众 纵情扬妾 不若宋宏之大义 反目是家 为孝黄允之阴徒 判词开头便把穷娘与唐氏 定性为沙夫灭伦的元凶 而且是因为嫉妒丈夫另有别宠 而冷落他们所知 为了说明这一点 还引了两个典故来说明 一是宋宏大义 是东汉光武帝刘秀 想把姐姐胡杨公主嫁给宋宏 宋宏讲 贫贱之之不可望 遭康之妻不下唐 谢绝黄帝的说媒 这里比喻穷娘与唐氏恨丈夫 对自己没有情义 二是黄允英徒 是东汉黄允为了谋取 当朝司徒元逵的女儿为妻 便耍尽阴谋 骗自己的妻子与她离婚的事 这里比喻穷娘与唐氏 千方百计想拆散张仲与杨妹娘的好事 认为张仲的死 就是不认识的陌生路人 也为之伤心 作为官府能够不含心吗 所以按照律例 探处穷娘与唐氏凌迟 老妈子及丫鬟斩行 认为这是天地昭彰 鬼神贡竹的事情 叛词用了不少典故 隶属这几个妇人之罪 使人独知 心生愤慨 要说许冰寻叛词的主要精神 就在于不变是非 颠倒黑白 完全不顾穷娘等人的感受 更不顾事实 为了维护男人的权利 隶属女人极度嗔恨 在她的眼里 女人就是会争宠吃醋的动物 为了维护王朝的体面 她隐去张仲的所有恶行 还隐隐约约的透露张仲 是让人民怀念的好官 方知府语言推广 看完判词 目光对视一下 知道要改变取兵群的看法 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事到如今 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也犯不上为几个 与自己不相干的妇人 去得罪上司 再说了 还有皇帝在上 且看皇帝如何定夺吧 判决逐集成帝上去 最后加进皇帝批示 一亿 也就是按照许冰巡的判决执行 就这样 这四个女人 为一个贪官加恶夫的人抵了命 行刑是在闹市公开执行的 围观的人有知道真相者 则为这几个女人感到惋惜 而那些不明真相者 则切齿痛恨 不过 松江府以后发生的事 使人们逐渐知道这是一件冤案 据文献记载 熊娘等人被处决以后 松江府治遍地生毛 戏如发 五色俱备 而不久就有倭寇数百 突入上海县街巷 杀死难付无算 直到这时候 人们才传言 这些灾祸都是因为穷娘等人蒙冤 因果报应所致 这正是上天下地两局促 使信人间有地狱 说到此 不得不感叹一个凶暴残忍 而且又大肆贪污的人 不但能够在官场上一帆风顺 而且还能够一路高升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说有制度缺陷 司马光认为 才是德之姿 德是才之帅 德才兼备之人是圣人 无德无才是余人 德胜过才是君子 才胜过德是小人 在统治者看来 只要有德就是君子 熟不知德是可以用表象来装饰的 从汉代就有 举秀才 不知书 茶笑莲 复别居的谚语 则可见得往往是可以通过修饰去给别人看 用个通俗事例来说 比如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孝顺 每天掺着老母到公园去散步 人们会投去尊敬的眼光 殊不知这些人回到家中 上去就给母亲一脚 历生说还不快去做饭 此前搀扶老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而回家的所作所为却是现实 正因为张仲凭着他那打不怕 骂不怕的脸皮 对上官阿余奉承 讨得上子欢心 再凭借他贪污的钱财 变形贿赂 打通各种关节 才能够在官场上如鱼得水 至于他虐待妻妾 少情寡义 甚至去妓院嫖娼 只要没有人揭发 在上子眼里 他依然是个人才 只可莲穷娘等人只知道逆来顺手 不知道保护自己 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精神 妻者 其爷 与丈夫同体 其法律地位是很高的 更何况穷娘还是命夫人 在朝廷有注册 为什么要忍气吞声 最终选择杀死丈夫这条路呢 就是因为当时妇女社会地位低下 如果妻子要控告丈夫 所承担的社会压力 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能够想象的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 您喜欢的内容